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行 菩萨众 请看经文 并诸菩萨摩佛上 这个诸节里面说 并者臣情因佛书此经不但声闻于晦 大肆一所同文也 说明在这个法会上 不但有比丘罗汉 同时也有菩萨 说明这个法门呢 三根普贝力顿全收 那么下面这是解释菩萨 这个解释呢 我想我们念念就可以了 这是讲堂里面呢 常常讲的 菩萨者凡语 居云就是居足 居足云呢 菩提萨陀 兼语二字 神文也 中国人总是喜欢简单 所以把这个尾音呢 都省掉了 菩提萨陀指称菩萨 菩萨陀佛有情 这个意思 是我们中国 翻成我们中国的意思 是觉悟的有情众生 菩萨佛有三一 由勇猛求一 就是勇猛求佛法 上求佛法下化众生 这个底下呢 抄里面有解释 摩佛萨之 是大道心众生 摩佛萨设计就是大菩萨 摩佛是凡语 翻成中国为大 经文就是菩萨摩佛萨 这种称呼通常菩萨 是对三邪人来说的 是住 是行 是回向 那么我们称他就是菩萨 摩佛萨呢 这是登地 从出地到等觉 我们都称他为摩佛萨 就是大菩萨 这一句四种大谷 又放花六大 佛地三大不出四谷 菩萨摩佛萨 又因菩萨中大菩萨也 解菩萨摩佛萨 解菩萨摩佛萨 解菩萨摩佛萨摩佛萨 一切咸佛萨摩佛萨 一切贤身共闻此境 我们以为念佛是老太婆教 那些大菩萨们还会去念佛 还会求生进度吗 这都是凡夫 愚痴的情境 不是四十 不是四十 四十上 连等救菩萨 也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在华言里面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破勤间 佛有勤者同夫所振之为佛 无名未尽之为勤 这个说法意义相当之深 所以 等于者还称为菩萨 为什么呢 他还有一品身相无名未破 换一句话说 他的琴还没有能断戒 所以趁他做觉悟的有情众生 坚别凡夫二臣不觉 凡夫不觉 小臣人虽然觉 觉的不多 觉悟的很少 所以还不能称为菩萨 那么底下呢 就是解释 这三个意思 《具有情》里面 还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是悲至所缘 悲里面有三个 就是慈悲 慈悲 有众生缘 有众生缘 有法缘 慈悲 有五缘 慈悲 佛的慈悲 佛的慈悲 是无缘慈悲 悲度也 这个意思 就是上求下化 所以我们称他做菩萨 那么第二个意思呢 能所获自义 也越是所求之果 又勤呢 是能求之人 一己之心 悟佛之你 那么这个 从能所上说 能所都是属于自己分上的 自己分上的 说佛的人 做求的 就是无上菩提 就是无上菩提 无上菩提从哪里求呢 要从自己内心里面去求 外面呢 是求不到的 所以佛法叫内需 内需 佛经呢 成为内典 通通是叫我们 从自信里面去求 我们在讲堂里面讲的很多 我们求觉 求真 求清净心 有觉性 真心 清净心 这三门呢 都能够有到 但是 净土宗所着重的 是清净心 这句佛号 说要念得得利了 怎样才得利 要把你自己的清净心念出来 这个佛号叫得利了 我们一天到晚 虽然念佛心不清净 这个不行 这样念佛呢 果报是人天有露的佛报 人间享福啊 是非常危险的一段事情 为什么呢 这一享福啊 往往就迷惑了 不肯再继续努力修夺 佛报向尽了 业障先前了 就要多三个道 这是佛门常讲的 三世愿 第一声修复 第二声享福 第三声多了 享福的时候 就早不业 所以佛没有了 罪业先前了 必一定多了 因此 我们要懂得 怎样去念 念佛功夫啊 就是在我们齐心动念 念头踩起来 马上就换成佛号 决定不能叫念头继续增长 不但是 我念不可以继续增长 信念也不可以 为什么呢 我念继续增长 你的果报一定在山头 地狱恶鬼出生 我念不可以继续增长 诚恨心中 忌妒心中 必定多跌 这是我们自己要觉悟的 我们这个前途 我们往往都走 自己前途啊 冥冥的表 一段时间 我念不可以继续增长 但是我念不可以继续增长 我念不可以继续增长 我念不可以继续增长 马上把它换成阿弥陀佛 三善道的念头起来了 我们也不要 为什么呢 三善道 人天就受伸 还是不能出三戒 不能疗生死 所以说是 三善道也不要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 求生极乐世界 这就对了 要求生极乐世界 怎么会求法呢 除非没念头 有念就是阿弥陀佛 这个很重要 希望不要有别的念头 我这一天 二十四小时当中 希望我佛的念头 能够有二十个小时 至少也得有十五个小时 决定要超过一半一生 我们才有这个力量 你说我一天念十二个中间佛 我那个心在佛号上 另外还有十二个中间 就打妄想 换句话说 你成功的比例 这是一半一半的 不可靠 所以想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不能不提起 紧着想 这样念佛呢 就是物入佛里 一直念下去 也不必求开悟 也不要求一心 什么都不求 就这么一直念下去 决定把我的妄念给念掉 就成功了 什么时候得念佛三昧 什么时候得一心波乱 什么时候明心见心 到时候自自然然就成就 不必着急 因为我们又常常有这个念头 求一心波乱 求功夫成平 这是障碍 这是妄念 这就是夹杂 所以这个法门呢 要紧的是不见诞 不夹杂 就是连求生西方 极乐世界这个念 都不夹杂 这一点呢 很重要 很重要 第三个意思 菩萨是立身为己 也广觉一切有情 所谓未能自度 先度忍识 这个是菩萨值得称赞 这得我们尊敬的 就是说 他自己没成佛了 他先去帮助别人成佛 像地藏菩萨 就是一个榜样 自己没成佛 他的学生呢 不晓得有多少都已经成佛了 他帮助别人成佛 学己为人 这是大悲心 特别的切 那么底下 我们再看 这就跟声文做一个比较 深文去疾自安 名为懈怠 大肆克制菩提 所谓大强精进 勇猛 他跟孝晨不一样 孝晨正得偏真涅槃以后 他不再进去了 他就安住下来 那么这是佛 常常趁他都懈怠 不肯进进 但是我们从许多大臣经典里面读到 佛说得很清楚 孝晨人也不是永远当孝晨 他这个懈怠不肯进进 是有一段时间 不过这段时间很长 两个大街 两个大街之后 他还是会回小向大 他的修菩萨道 但是两个大街 他在那里不动 这个很可惜 这么长的时间 他不肯进进 那么辟致佛呢 是一个大街 他也不进进 修习一个大街 欧罗汉修习两个大街 所以佛呵斥他们 是娇雅败重 不肯进进 比不上菩萨 菩萨的确是勇猛进进 那么底下讲的 大有四义 引用的清凉苏超里都说 清凉苏就是华阴金苏超 里面所讲的 为一者愿大 求大菩提过 这些地方呢 我们要特别注意 要深深地去体会 菩萨不求人天佛报 我们今天虽然想修佛 一面想求大菩提 一面还要希望得人天佛报 我通通都要得到 哪有这些便宜事情 如果你想得大菩提 人天佛报就要摄掉 你要不学人天佛报 那是障碍 人天佛报大了 到灵命中是捨不得离开 佛念得再好 也不能往生 这是我们要求的 不求人天佛报 在这个人世间 这个生活能维持就可以 过根一般人呢 有这么一个相当水准的生活 够了 不要再贪求血吃 我们的心安在岛上 这是第一 冤大 第二呢 行大 行是将的行门 二立成就库 菩萨的行持 自立立他 自己成就 也帮助别人成就 这种成就 是究竟圆满的成就 为什么呢 在讲修尽头这个法 是究竟圆满的成就 不比其他 其他法门的成就 其他法门的成就 说老实话 是有限的 不是圆满的 唯一读这个法门的成就 是究竟圆满的 因此 我们介绍别人 我们介绍别人修佛 介绍他学什么 一定要介绍他念 劝他法院出身净土 这个法门 确确实实是 耐性之法 这是真的 一定都不假 所以必须要把净土 经人要仔细地去参就 我们自己才真正的断移身性 一点以后没有 我们劝别人才有说服力 是他听了的时候 他能够接受 他幸福口福 换一句话 我们如果不把净土 经论参透 自己的一根 不能断头 劝勉别人 人家反驳过来 我们没有办法对他 这个就是有深入坚韧的必要了 那么三哲时道 这个修行的时间长 三经三无数结果 那么讲三无数结果 这是说 这不是像佛 在经上通常讲的藏教佛了 这要三大二生七结 所以从虚脱凡开始 修到藏教的佛 需要三大二生七结 不是原教 不是通教 不是别教 不是藏教 这个我们要很清楚 那么七心论里面讲呢 修行人要经一万节 才能成就发心 这个发心是什么呢 这是讲原教 出读菩萨 发心菩萨 发心菩萨 原教出读菩萨 也是从断八十八瓶 也是从断八十八瓶建和 正胃不退 开始算起 从那时候开始算起 一万节才能修到发心柱啊 然后再经三大二生七结 这才能圆满菩萨 是十地 到十地 厉害了 第一个大神七结 修的是三行位置 十度 十行 十回向 第二个大神七结 有七个位置 从初地到七地 第三个大神七结 八地 九地 十地 但是诸也晓得 这个三大神七结 是原教出读算起 那么你从我们凡夫 断八十八瓶建丝 正胃不退 开始 开始修到原教出读时 一万个几 一万几 十大了 所以 你们愿不愿意念佛呢 你念佛 都免了 一生就成就了 不要经过 什么一万节 三大神七结 不必啊 一生就成就了 也不要经过什么 识识 识行 识回向 这个没有致命上了 不必经历三大神七结 也不必经历五十亿个位置 你就圆满成佛了 这种平衣 祈祷法门里都没有的 你若是肯相信 那你是真真有福啊 这是成佛的捷径 没有比这个更快 普通一般讲的菩萨经历十一件大 可是你要想的 他就是到了十地了 修了一万个大节再加上三个二生七结 最后怎么样呢 还是要念佛到西方基督的世界去 绕这么大的圈 还是要去 我们在华研会上看到了吗 十大愿望到归基督 还是要去 如果两个人修行 一个人走一般的大乘佛法来修 要经历这么长的事情 那么这个人老是念佛 到西方啊 早就成佛了 恐怕你一见成佛 许多许多接了 那一个同修才来 才入门 所以这一见面当然是认识了 哎呀 你老兄 你来得太晚太晚了 怎么这个时候才来 这是一定的道理 第四大道 举足一臣足功得故 一臣足功得 就是如来古地上的功德 像三德弥藏 法身薄弱邪土 长乐无尽四尽等 涅槃有长乐无尽 薄弱也有长乐无尽 那是真正的道啊 永远是清凉不变 乃至涉猎四五位十八不共发 如来古地上的功德 他统统正德 所以说得大 那么这是通常讲的 这个大有四个意思 清阳大师说的 法华金也有六大 法华金也有数 这个廉池大师 固结这个梅桃金 他是将这个 华言跟法华言的制度 用华言法华来解释 梅桃金 他的用意 就是把梅桃金的地位 提升到跟华言法华一样 云顿一尘大法 这是老法师的苦口破心 希望大家不要轻视这个经历 不要小看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实实在在是 欲盈顿一尘 如果不是真正过来人 他看不出来 这些人物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真正是在来人 帮助我们点心 经典摆在里面 我们不识货 帮我们点心 要我们认识 法华六大 第一个是信大法 法华经里面说 信一信真如之法 实在说 法华经上这个意思 就是观经里面所讲的 是信是福 是信作福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就是信大法 那么我们念佛呢 实在讲 直接了当地去做佛 因为是法界一真庄严 我一心所信 我一世所变 我一世所变 不离自信 我们念佛 将来必定成佛 念菩萨成菩萨 念僧文成僧文 念天就僧天 念贪 变成痴 就变我鬼畜生地 这可是一定的道理 问题不信心 你心里面呢 你一听到想什么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 不要问别人 不要问别人 我们自己将来到哪里去 再好好地想想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来一生到哪里去 我来一生到哪里去 不用问别人 看我现在的念头 哪一种念头多 哪一种念头力量强 强者 牵引你去透神 那么我们明白这个原理了 所以我们必须把念佛这个念头要加强 要使他多 力量大 将来强者先牵嘛 他就把我们牵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就这么回事去吧 所以这个法门叫二立法门 我们自己要准备要有这种能力 另外一个能力 林民宗师佛来接应我们 那叫二立法门 别的法门里头没有啊 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很有道理 确实有非常坚强的理论依据 绝对不是妄想 不是幻想 确确实实有理论依据 这是我们要信的 第二呢 解大义 什么大义呢 我们说再讲 我们就本经上讲 还是真正透彻理解 实行是佛 实行做佛 这个意思 真正明了 真正理解 那你就不怀疑了吧 不管遇到什么法门 不管遇到什么善知识 来劝你 你学这个学那个 你听了以后一定入入不动 为什么呢 你对理论了解 他搞别的法门 他没搞透彻 他要搞透彻了 他不会选择其他法门的 选择其他法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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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一句话说 理论没有搞得透彻 他那个修行 还是他拐弯抹就 这一生有没有成就呢 在我想很难 我说这个也是有道理 他的成就 必须在这一生当中 要断 三界八十八平见乎 才算是成就 他要没有能力 断三界八十八平见乎 他就没有成就 断三界八十八平见乎 是什么成就呢 好像念书啊 上学了一年级 有的他念的了 刚才讲了 如果是大乘菩萨法 他要修一万劫 才能到远向搜住 他要修小成法 从这个时候起 天上人间七次往来 才能登俄罗汉谷 天上寿命场啊 这个七次往来 那个数目啊 都是天文数字啊 他的成就是这么个成就 不过就是说呢 他不会再多三五道 保证不多三五道 那么换句话说 他这一生当中 这个见惑也是破不了 那他的成就啊 来生就人天福报 依旧是六道轮回 这就苦了 注意啊 大家知道 我们在做的同修 都是善根深厚的 每一位同修啊 你们在过去生中啊 不知道修了多少个 三大神奇迹 已经修了无量无边的三大神奇迹 也曾经供养无量无边祝福 你们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呢 生生世世修行都不及格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八十八平见火没有破掉 破了八十八平见火就及格了 生生世世修啊 生生世世不及格 所以没有法子啊 这是真真可怕了 那么这一生 我们总算英年殊胜了 没有殊胜英年呢 说老实话 我们这个讲习你遇不到啊 这是我给你讲真话 你遇不到我的讲习 你遇到我这个讲习 我知道你很有福气 你过去生中是很大的相根 你能够遇到我的讲习 遇到这个讲习 你能信能解能行 然后你这一生就恭喜你了 你成就了 你这个成就是大成就啊 这不可思议的成就啊 你那些已经修了一万阶的那个菩萨 再修三大生七阶的菩萨 看到你都羡慕了 他们花那么长的时间 所得的那个果报啊 跟你今天所修的果报是相同一的 你看看你不费那么多 不费力气就得到了 他要费那么多力气才能得到 这是真真结他才能信 对自己真是深信不疑 第三呢 发大心 这条很重要 《无量寿经》里面也在说明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发菩提心 这个大心就是菩提心 要发菩提心 上中下三倍往生 通通要发菩提心 菩提心是什么 上求下话 上求下话怎么个讲法呢 在这个净土发明讲好讲 上求就是我要求生净土 下话呢我劝别人也求生净土 这是无上大菩提心 你看在这个法门讲多容易啊 你很容易懂啊 你也很容易做到啊 其他一切大乘法门里面讲可麻烦 讲了半天你未必懂 懂了你也做不到 这个法门好啊 这个说法是偶尔大肆在你一条金妖街里面说的 法愿求生净土啊 就是法无上菩提心 所以我们自己要发心万生 要劝导一切人通通发愿万生 这个是法大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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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大股 去五上菩提之果报 那就是说我们目标成佛 我们也要成就近圆满佛 我们不希望成藏教佛 也不要通教佛 也不要别教佛 我们要就近圆满佛 圆满佛 那么要想成就圆满佛 一定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一生决定得到 不要等第二次 所以这个法门是当生成佛的法门 不是个普通法门 这都是我们要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去理解的 修大行 大行就是幸运之明 那这个菩萨行门里头 没有比这个更伟大 为什么呢 是地菩萨了 始终不利灭佛了 那像刚才讲的 这些菩萨们 心修一万计 修到初诸 从初诸再修一个阿森奇迹 修到初诸回向 再修一个阿森奇迹 才到处地 处地到七地 这个时候啊 他幸运之明 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要念多久呢 神地菩萨吗 神地始终不利念佛吗 他要念两个阿森奇迹 才能念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才碰到普贤佛 十大愿望 倒给极乐 才能去得了啊 哪有我们这样直接痛快呢 我们认真念佛 很正常的现象 你要肯相信了 佛得叫得奇怪 为什么你会相信 男性之法嘛 所以你不相信啊 那不是应该的吗 很正常嘛 男性之法 你能相信了 那就是经常讲的 你说多善跟多福得多应允啊 要不然你不会相信啊 你相信了 换句话说 你这一生成佛的机缘到了 这绝对不是普通的英语 这是无比殊胜的英语 我们要深深地体会 真是古人所讲的 如来生恩 焚身难报 我们怎么样去报答 叫我们从今以后 永远脱离生死轮回 远程无上菩提 这一种恩德到哪里去找 你怎么能报得尽呢 怎样来报答佛恩呢 只有上求下话 上就是自己求生希望极乐世界 下面普遍劝导一切众生 幸远之灵 只有这个办法才能报法门 除此之外 没有法子能报法门 那么这个是修大义 末后一句 真大道 真大道就是真无上菩提之谷 远营教的复古 法华经常讲的这个六大 如果不往生极乐世界 那是很长很长的世界 才能做得到 最起码这个算法 是一万节再加上三个二成七节 才能做得到 这是最保守的计算法 我们在一生当中能成就 所以一般学教的人不肯相信 人家菩萨修那么长久 你这个一句佛号就往生就振得了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他不相信 这不能怪他了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 跟社方祝福的世界都不同 社方祝福世界 我们这个祝的土都是六成的 西方极乐世界是法信徒 他不是六成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完全是阿弥陀佛 古地上功德所限的 所以经上常说 唯佛与佛方能究竟 就是等着菩萨 对于西方极乐世界 也比喻说各楼看月 楼是楼沙 各一层沙了 各个沙窗看月亮 他还有一层障碍 等着菩萨还有一层障碍 所以这个研究教的人 他不相信这是应该的 不足以为怪 那么这是讲的真大道 而心结法三 第一院大中诗 学者第三十大中诗 修行第二十大中诗 正者第四得大中诗 这就是给你把清凉讲的四大 和华音讲的六大 和起来看 他们内容是一样的 清凉讲四 把六归纳成四 放华讲六 把清凉大四的四展开为六 四跟六内容是一样的 那么底下再说 佛底论三大 第一个呢 叫素大 第二个讲德大 第三个讲业大 素大 这个底下的注解说 德大可知 前面我们都说过了 这个素啊 第一个是讲这个素大 素是说 他的誓愿 广大不变 像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愿远都是广大 故行菩萨十大愿望 以及我们一般所讲的四红十月 业业愿 业业愿呢 都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称为素大 得大呢 得大呢 是数万得圆满 我们在华言看到十地菩萨 十地是定是人 那都是讲等觉的精神 我们在五无量寿经里面看到 法藏比丘 五无皆四位 陈旧西方极乐世界 戒淫释放祝福世界 一切有缘众生 这是德大 什么叫有缘呢 能信 能愿 能信 能信就是肯持命 肯念佛 这也叫有缘 不信 不肯发愿 不肯念佛 这就没法做 佛不能帮助这些人 那么第三个 一业大 一业呢 就是四业 佛菩萨的四业呢 是广度众生 众生有感 佛菩萨就有印 感应到脚 像华言讲的 是行是回向 乃至于我们四十华言里面 善才通之五五十三才 那都是修行 这是大行的 这个华言经末后一品 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品 一共有四十卷经文 它说什么呢 实实在在来讲 就是说一个求生尽头 老实念佛的人 他的日常生活 他在这个社会上 除世待人家 就是这个 活生身的 显速是一个念佛人一身的 修行法 你看 他没有离开家庭 没有离开大众 没有离开社会 离开大众 远程佛道 善才通子 就是修行愿之名 他的老师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也都是修的行愿之名 通通是修西方净土的 这个是多华言经的 不愧也不知道的 如果在华言经上 连这一点都没看出来 那华言经就白念了 所以古德说了 这个华言 放华了 都是 本经的序隐 这个话说的非常有道理 他能说出 得给这句话出来 那一个门道 他也看出来了 他也看出来了 那么我也曾经跟同学们说过 我对于禁途法门死心塌地 是得利于这么多年来 讲华言经 我要不是这么多年来讲华言经 这个法门我不相信 我就是因为在华言上看到文书 修佛仙山财 他们通通修这个法门 他们通通修这个法门 这才引起我对这个法门特别的注意 特别留意 发现这个法门 发现这个法门 是这些大菩萨最后一个阶段 是谁 所以这真真是不可思议的法门 这些不可思议的法门 底下说 底下解释 素皆远意 叶皆行意 孤云不出四亿 素就是云 就像刚才所说 阿弥陀佛四十八云 不行菩萨是大愿望 愿愿周边法界 所以这个愿力无尽 愿就是意义 意义就是行义 这个意愿广大 无聊无边 简非小者如文书弥勒等 皆是等地为一种菩萨 这个等地就是等觉 等觉也叫做十一地 叫十一地 他在佛之下 在发云地之上 就是后顾佛的位置 这个绝对不是小臣 文书弥勒的 这都是大菩萨 地上菩萨 非促行无品 信诸相显故 也不是大臣 小地位 无品 就是天台家所讲的无品观行为 从无品观行 再到实信实诸实行实慧 无品观行为 第一个就是随意习品 功夫到这个境界 心里面生发喜乐 自己能够考验自己 诚会心 嫉妒心 决定没有 这到这个境界 庆幸自己 也庆幸别人 文化 文化 依照这个佛法修行 自清清他 这个 分别执着 跟这个 嫉妒 成会 没有 这个叫随习品 第二 读读诵品 他这个时候 欢喜读金 得的有味道 越读越有味道 不像我们这个 没有入这个境界 读这个金 讨厌念不下去 念了几张 不想往下再念 所以到吴平位的时候 他欢喜读诵大臣 他这个经典念不厌 他一天不吃饭 没关系 一天不睡觉 没关系 一天不读经 不行 他一定要读经 所以从这些 这个习习上 能够看到一个人 修行的功夫 能看到他的境界 第三 说法 非常络绎的 为别人说法 他将他自己所读诵 将他自己所体验的 他会说给别人听 这就是上秋夏话 第四 是金心六度 金心 金是附带的 因为他的观行得烈 所以六度 金修 那么最后呢 就第五 吴平观 第五品呢 是真心六度 什么叫真心呢 真心是入理了 换句话说 前面第四 金心六度 在四上修 修六度之四 正心六度 是入六度之理 直到六度 八二 入理了 这叫五品观 天台的五品位 那么底下 这就不必多说了 是心是诸 是心是灰相 不是 以上所讲的这些菩萨 都是要等觉大菩萨 不是这些小菩萨 第一下一段说 称理 这自信 真 忘容 是菩萨 自信里面 有觉 有觉有迷 觉是真 迷是旺 觉迷不二 这就融通 怎么是觉迷不二 你觉的是你自信 你迷的还是你自信 自信上头本来没有觉也没有迷 觉是他 迷还是他吗 确实是波尔嘛 所以 力量迷就是觉 因为觉迷不二 所以 佛才叫我们修 礼尽诸佛 我们不敢侵蚀任何一个众生 为什么 他是佛 你自己修行想成佛 你瞧不起佛 你还能成不了佛吗 你成不了佛 他是什么佛 他现在是迷惑颠倒的佛 所以 迷惑颠倒 他确实是佛嘛 他有佛性嘛 他佛性并没有迷惑颠倒 他迷惑颠倒 他迷惑颠倒是他要忘实 佛性并没有迷惑颠倒 所以 那么我们再看底下的佛性并没有迷惑颠倒的佛性并没有迷惑颠倒 佛性并没有迷惑颠倒 正如永远不变 这是讲菩萨 永远不变 不变随远 像这些大菩萨们 他们无名 差不多都快断尽了 到等教菩萨 四十一瓶无名 已经破了四十瓶了 就深一瓶 可以说他真的是不变 不变 随缘就是大死大病 能够横顺共生 随喜功德 所以他没有知足 他没有分别 他要有职责有分别 他就不能随缘 没有分别执着 所以他能够随缘 从这个意思来说 觉有情 因为觉就是真 随缘就是有情 望尘思而提空 是位置有情者 有情的动物 觉悟 觉悟什么呢 觉悟一切万法 彼近空 不可得 像心经上所说的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像金刚经上所说的 一切又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又说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这都是说明了 一切望 望尘的这个四 当体皆空 所以 在一切四项上 自然就不执着 心就在前进 不会再起波浪 所以这个叫 有情觉悟 那么主要知道 色方世界 这个世界都是无运造成的 无运就是空 心经一开头就说 观自在菩萨 行圣般若波罗弥多 照见无运皆空 这刚才给主说过 西方极乐世界 是法信徒 它不是空 因为它是真的 它不是妄 它那边境界 决定跟色方祝福世界的 无因图不相同 它是法信徒 所以这个主要 要细细地 研究三尽 你才能把这四十真相 搞清楚 证望不利 唯一是一心 臣死大道心 浩越摩河沙拉 所以这个摩河沙拉 通通从自信上来说的 我们心底干干净净的 证望两边都离开了 没有了 这一句话就是六族所说的 本来无有 何处也成爱 不但没有望 真也没有 真望通通没有 心清净到基础了 唯一是一心 就是一个清净心 这个清净心 就是大道心 就是真如本心 全体显露 所以叫它做摩河沙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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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